大家好 上期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一颗君子兰 去年 浪性了怎么处理才能让它长新芽出来 这期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像这种君子兰的小苗 我是怎么给它配图的 那么我给它配图的主要分为三种机制 第一种就是这种培育土 也就是泥碳土 因为这种培育土它的酸性比较足 而且保肥性也比较好 保水性也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对于这种君子兰的小苗 我们用上这种培育土 后期的生长会更加的旺盛 第二种是和沙 第三种就是树皮 和沙增加它的透气性 增加它的透水性 树皮它也是可以增加透气性 透水性 而且又可以增加保肥性 那么这些树皮经过慢慢的分解 也会分解出大量的营养元素 给君子兰吸收 我使用的这种树皮就是松树皮 这三种机制按照 1比1比1的比例来配比 像这种小苗的君子兰 不建议大家给它加入太多的底肥 但是为了让它的根系能生养的够好 我们会给它加入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它的肥效是比较低的 它里面主要含的是有机制 还有微生物 还有腐质酸 那么在微生物和腐质酸的作用下 君子兰的根系会长得更加好 因为腐质酸是微生物不可缺乏的一种元素 也是植物根系不可缺乏的一种营养元素 它可以调节土壤的酸减度 又可以促进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生长 抑制有害菌的繁衍 所以说我们给这种小苗的君子兰配土 只要加入这种微生物有机肥就可以了 不需要给它加入其他肥料 那么像这一片老叶片 我们也不需要将它剪掉 因为它里面的养分会慢慢的回流 给这个君子兰的小芽吸收 所以说不需要理会它 如果我们剪掉它的话 反而会容易受到虚惊的感想 让它自己慢慢的退化就可以了 好了这样就重新给它上好盆了 那么现在上好盆之后 先不要急着给它浇定根水 因为我在使用这些树皮之前 已经给它泡过水了 所以属于一种微潮的状态 等它过上两三天再给它浇定根水 这样的话会更好 不容易出现积水烂根 好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